今天不是一個正常的週末 因為基本上只要一到禮拜六 禮拜天我都會上台北 但是這個禮拜六跟日我都留在新竹 所以這個禮拜我有那麼一點點的時間 來去做一些影片 昨天晚上我就翻唱了五月天的 突然好想你 然後把影片在一個晚上之內製作完畢上傳 你看了沒 你還沒看到我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今天要來教學教什麼呢 一般台灣的上班族很少人有機會可以自己自理三餐 意思就是說你要自己去煮三餐出來 所以我今天要來告訴上班族怎麼樣在短時間之內 做出便宜又好吃的早餐 我的早餐幾乎每一天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吃的是 將 貝果 貝果很貴嗎 我是在Costco買的 它每一次是賣兩條 所以平均下來每一個貝果是十塊錢左右 但是很多人就跟我一樣啊 在外面租房子 你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在有效的期限之內 把所有的貝果都吃完 那怎麼辦呢 記得一定要放冷凍庫 因為你放冷凍庫它才能夠飽了比較久 然後水分也才不會不見掉 冷凍出來之後它就是這樣硬邦邦的 怎麼樣迅速的處理在五分鐘之內 讓你吃到美味的早餐 我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那你從冰箱拿出來之後 這整個杯果它都是硬邦邦的 因為冷凍過了嘛 所以你要先幫它解凍 解凍的方式 你如果知道放在那裡放在它軟 就真的是太慢了 現在客機很方便 有一種東西叫做微波爐 把它放進去 不要按什麼解凍 那真的太久了 直接用1000瓦微波正反面 各15秒 這邊15秒嘛 反過來反面 還要在15秒鐘 要不然你另外一邊就會整個還是冰冰的 好 那個微波的同時呢 你可以準備什麼東西 準備好一個刀子 記得切麵包的刀子呢 不能用一般切肉的刀子 要是這種形狀 起起的 微波完了之後呢 杯果它的狀態就會恢復得 是有點暖暖的 溫溫的 跟它剛買的時候的狀態差不多一樣 好 這個時候還不夠喔 如果你要更好吃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把它切開 切開來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拿一片起司 這個起司也是我在Costco買的 它的好處就是 它每一片都已經幫你包好了 對焦對焦 像我之前有買過就是一整層的 如果你沒有很快的把它吃完的話 它就會發霉 把它撕開之後 你不能夠整片都把它放上去喔 記得嗎 杯葛的中間有一個洞 你如果放在上面等一下 你們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們把它撕 就這樣子 一小片一小片 把它放在其中一面就好了 你只需要放一面喔 不用放到兩面 好就像這樣子 好了呢 就是最後一個步驟了 我們需要用到烤箱 把你準備好的這個貝果 放在裡面 讓它烤一烤 烤三分鐘就夠了 好了 醬子就做好囉 簡簡單單但是又非常好吃 你只要動一動手 你每天早上就可以有一個 藍莓起司杯葛吃 好熱 今天的輕鬆便宜上班族早餐 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PBS pc pc 趙 pc pc 忍 p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